中國3A大作黑神話悟空 根據釋調機構數據 兩個禮拜賣出一千八百萬套 還賣臺幣兩百七十七億 讓3A大作的品質持續讓人幸福 不過同樣也號稱3A這一款卻滑鐵爐 由Fireworks Studio開發了Sony五對五射擊遊戲新名特工 從發布第一支預告後就引發玩家爭議 花了八年的時間想開發一款與眾不同的遊戲 甚至砸了五十億台幣 十六名角色被玩家評論 審美觀毫無底線 就有網友批評花了錢買到醜到不行的角色 遊戲資訊網站也說角色設計的Ugly 醜 而雖然設計團隊很自豪放進了多元元素 但有玩家吐槽遊戲就是一群小孩 在電影的背景前面玩耍 諷刺了畫質不錯但玩法不新盈 讓這款遊戲的遊玩人數慘不忍睹 因此Sony決定兩個禮拜時間 就要讓五十億的遊戲走入歷史 對比近期3A 也就是高成本高品質高行銷的電玩大作 或許最終還是得回歸到底好不好玩 這個基本問題才能真的讓作品實至名歸 三立新聞東報導 三立新聞東報導